他出身军人世家,十年参军生涯却得不到升迁,心灰意冷之下选择了退伍,他下海从伤后,遇到了诈骗,穷困潦倒之际,只好步入江湖,凭借狠辣的作风,他很快在江湖中立足,成为斥诈一方的大佬,可就在巅峰过后,他的人生急转直下,在跑路的途中,还犯下命中的大佬。 最后,在牢房里,被人一刀毙命,结束了穷凶极恶的一生,他就是竹联邦,中堂的堂主,董贵森。董贵森于1951年,在台湾的台中市水南,陆光九村,的一个军人世家出生,他的父亲与哥哥皆是职业军人,祖籍四川,早年追随老蒋来到台湾落脚,因此董贵森是一个地道的,眷村子弟,在那个年头,局势不稳定, 本地人与外地人经常斗得你死我活,以至于校园内本地少年与来自外省的少年也经常打声打死。 后来为了不被欺负,不少校园帮派就成立了。 不过,董贵森深受父亲与哥哥的影响,满脑子都是,中党爱国,的观念,在校期间并没有参加任何帮派,而是乖乖上学。 在他初中毕业后,就考入了士官学校,并在毕业后被安排到金门服役。 军旅生涯让董贵森练就了不凡的身手,但他做人太直,不懂辩通,并不被上级看好。 十年军旅生活下来,同期来的一个个升迁,只有他还在原地踏步,在不甘之中,董贵森选择了退伍。 退伍后的董贵森不知道要做啥,便当起了送货员。 在攒下一点钱后,董贵森来到台北发展,在朋友的建议下,俩人合伙开了一家印刷厂,幻想着美好的未来。 不过,创业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,常听说的,无伤不坚,正好让董贵森给碰上了,他原本就经营不善,又惨遭诈骗,负债累累之下,印刷厂只好关门大吉。 1978年,就在董贵森穷困潦倒之时,他结识了竹联邦的陈公。 陈公不仅是竹联邦的开山大佬之一,更是竹联邦总堂主陈其里手底下的汉将,由于独特的,嬉皮式,造型,江湖人称其为,嬉皮教主。 那时候,陈公在中校东路开了一家咖啡店,穷困潦倒的董贵森在店里当起了主咖啡的服务员。 也因为陈公的关系,竹联邦的大佬们经常到咖啡店里喝茶谈心,董贵森在这儿认识了不少大佬。 后来经过陈公的引荐,董贵森成了竹联邦的一员,他为帮派拼杀时的狠辣作风,很快就引起了帮派高层的注意。 他不仅伸手过硬,胆气过人,还善于运用服役时所学的武器知识,这让大佬陈齐礼对他极为欣赏,很快董贵森就从服务员变为独当一面的头目。 80年代,竹联邦因为发展需要扩大组织架构,董贵森也在此时上位,成了中堂的堂主。 有了名头,自然是要趁势赚钱,作为黑道老大,手底下的人越多,赚的钱也就越多,于是董贵森学起了陈公那一套,开启了茶餐厅。 公子爷餐厅坐落在台北大安区,此地便是,中堂的据点主要用来吸收和培养马仔。 在后来令江湖闻风丧胆的神经刘、刘焕荣、彭海忠等人便是在此地败入董贵森门下的。 在董贵森的精心培养下,刘焕荣经常到新殿平邻等地练枪法,也因其对用枪下过苦功,终于在日后成为他闯出名号的本钱。 有权有势之后,再加上手底下精兵汉将的加持,这让董贵森直达人生巅峰。 在他的巅峰期,不仅其他帮派见了他都要忌惮三分,就连同为竹联邦的大佬们,对他也得保持几分媚具。 一次,董贵森与竹联邦的元老,猴子吴元欣起了利益冲突,吴元欣仗着辈分以老卖老,根本不把势力比自己大的董贵森放在眼里,双方多次摩擦后,直接事态升级。 强势的董贵森,哪能受得了吴元欣的气,于是召集马仔,抄起四十米大砍刀,冲入吴元欣的地盘,见到他开的餐厅就是一番打杂。 吴元欣自知,形势比人强,辈分再高,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也得俯首称臣,这事也只能这么算了。 吴元欣认怂后,董贵森不仅在帮派内名声大噪,在江湖中,中堂的名头也盛极一时。 在黑道中,有个有趣的现象,只要是在江湖中出了名,自然会有大佬上门来谈合作,董贵森也不例外。 那时候,新四海帮的创邦大佬蔡冠伦找上了门来,董贵森与他一拍即合,俩人合伙搞了公司。 后来董贵森又安排手下到台北的不少娱乐场所看场为事。 开赌档,收保护费,搞广告公司,打入演艺圈。 董贵森的一系列操作下来,很快就拔,中堂的名气推上巅峰,不过这也引起了警方的关注。 很快,董贵森就开始遭到警方的茶几扫档。 不过,董贵森却没有因此而收敛,依然我行我素。 1982年,青蛙王子,高凌峰,殷爽约在董贵森所负责台北市西门町,宝马歌厅的演出, 董贵森下令封杀并追杀高凌峰,高凌峰被吓傻了。 后来请了纵贯献大哥,黑松蔡永长出面,这时才算告一段落。 董贵森,顶峰作案,警方当然不会放任不管,给了一番。 观照之后,董贵森只好远顿美国。 1984年8月份,董贵森来到美国,找到了竹联邦的大佬,白狼张安乐,在张安乐的饭店住下。 原本董贵森看好DVD机的市场,想往这个方向发展,却不料事业还没展开,老大陈其里就来到美国了,并且还与他通了电话。 这次陈其里来到美国,主要就是要对作家。 江南出手,也就是做出后来广为流传的。 江南案,同年10月,经过几天的盯梢,董贵森,吴敦和陈其里三人已经摸清了。 江南的出入规律,10月15日,就在江南准备外出时,吴敦率先出手,一枪打中。 江南的眉心,董贵森随后上前补了两枪,把江南送上西天。 在美国逗留了不到一个星期,三人一同回到台湾。 原以为这一切天衣无缝,可天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,很快,美国就查到了竹联邦的头上。 这是虽然是台湾当局在背后让竹联邦去做的,但是在美国的强压下,当局也只好搞了一个疫情专案的扫黑运动,把竹联邦这些骨干给抓了起来。 当然,不少黑道大佬意识到不对,都纷纷跑到了菲律宾避难,董贵森也不例外。 1985年,董贵森到了菲律宾之后,投靠了同为跑路的牛浦帮大哥齐瑞生,齐立生,齐慧生三兄弟。 原以为等风头过了,就能回到台湾,可事实往往是一波未平,一波又起。 齐立生与当地知名的台商陈南光,陈正昌兄弟先是因为赌债产生了纠纷,后来齐立生发现陈家很有钱,惦记上了。 经过牛浦帮三兄弟与董贵森一伙人的策划,陈家上下九口人被灭了七口,剩下一对姐妹花被他们推下悬崖奄奄一息,被人救了起来。 这场灭门惨爱一经曝光,不仅在菲律宾造成一片哗然,在台湾也是舆论声不断。 这下子,董贵森在菲律宾也待不下去了,先后跑到新加坡,泰国,最后在巴西落脚,也在巴西被抓。 1986年,被引渡到美国的董贵森开庭受审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他一直表示对,江南的一双崔荣之很抱歉,想当面致歉。 1988年,董贵森通过辩护律师发表, 我的声明,一文,里面详细披露了,江南案,的内幕,里面所写的虽是他们犯案的经过,但大义更是表示台当局才是幕后主谋。 并且,他再次公开忏悔刺杀,江南的时事,江南的遗孀崔荣之也放下个人恩怨,表示原谅董贵森。 当然,崔荣之原谅了董贵森,董贵森也没能免除刑罚,他被判处了47年的刑期,原以为事情就这么完了。 但是并没有,1991年2月21日晚上10点30分,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里面,董贵森被人一刀毙命。 有趣的是,早在1987年的同月同日,远在日本的齐瑞生与人起了冲突,被人一腔正中眉心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